您看就像这样的一个葫芦作品 得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 这个葫芦生长最短的周期 要半年 半年生长周期 但是你设计它 像我做这个吧 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三年时间 第四年我又按照这个再去种 就是去年 就是因为孕六月 气候的变化就全景覆没了 几十个模具一个都没有出来 哦 是办法就是里面的葫芦 可能长得歪了 或者长得裂开了 不是它这个小了长不满 大了它就会跌 这位置靠上靠下都不行 这必须得匹配 也就是说这个有工艺的成分 还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 运气 是 那也就是要完成一件 这样精美的成品 其实是要做一批量出来 还不一定能出来几个 那您当年做这个小葫芦的时候 你费了多少个葫芦 对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就出了这么一个 出了这么一个 那这黄老师 您有没有这个获奖的代表作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那个那个 是不是就是这个 我看这个花皮 对 特别好看 我一直在盯着 我们来看看 以色列获得金奖 金奖 世界首工艺理事会 对 这是金奖 对 2014年十五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金奖 对 真的了不起 那黄老师 这个花皮从你一开始设计 到制作到成品 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我从做到处这个制品 留了三年 三年 现在又过了三年 还没有再处第二个 这个是 这是王熙之吗 对 熙之爱欧 对 跟王熙之是老朋友 英俊哥 一看我就认识他 咱们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的工艺 它不光是技巧很高 它还有很多我们的历史典故在里边 这个是 这是什么 就是火象三剑韬 响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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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葫芦盛长的过程中 把这个石头都埋在模具里头 然后靠葫芦盛长的过程 用葫芦把它抱住 而不是后来最后再想 这里不都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 这是抱到上面 里边能看到痕迹 里边是 对 不是后来 凹进去的 对 都是抱的 所有的这些全是抱上 抱着 对 这上面这个 这螳螂 也是抱上的 不是粘上的 不是粘上的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裹住了 在糖浪底下 它有一个糖 拱一糖 然后把这糖透出来 用于这个葫芦来抱 不能让其他的 把它蘸上 就留一个糖 抱住以后再打开 这个黄老师 我得问问你 你看我们要看 我们分不出来 这是粘上的 还是一开始弄上 这评委要评的时候 他们怎么能看出来 他们就看这个里边 从外边能直接看到里边 如果你要后来做的 它这个圆润的这个角 拱一上能够区分出来 对 对 你看这里边都是凹进来的 明白了 真是不一样 这是您的金奖作品 对 这也是是吧 这是2016年 对 这个葫芦 我们也是比较费力的 然后种了三年 也是出这么一套 三年出这么一套 这一共有多少个呢 大概 一共得要几百个 几百个就出了一个 那您那个做废了的那个 您怎么处理的呢 做废了就完 做废了就 就 就 那个黄老师 我有一个请求 以后您在做废了 您给我 我都收走 我还有这样的请求 我也可以 可以 但是您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要一个卡车都拉不走 哇 哇